终于谈心恋情 小贤离婚三年修认男方小一岁 愿再勇敢一次舔喊是真心对我好经纪人证实了 台湾女性小贤 出道多年靠住亮眼的外形跟活泼风趣的谈话风格 一直都受到很多粉丝的喜爱 她过去跟篮球明星合手正结婚 虽然中间幸福甜蜜 最后却已离婚收场 她更曾因为对方而泪洒摄影机前 让很多粉丝都相当不舍 不过近日传出正在肯定打工度假的她 终于传出新恋情了 据ET Today报道 小贤近日放自己一段时间的长假 希望透过休息让自己在演艺圈有更大的发展 不过虽然说是休息 其实她在南台湾打工换宿 很多民众巧遇后都觉得好开心 她也大方跟大家合照 生活过得相当惬意 现在恢复单身 又在热情的南台湾 是不是有很多艳遇呢 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小贤也逗趣地表示 自己根本就没有艳遇 更笑说交男友是有条件的 就是要比自己强 让很多粉丝知道女神还单身 都跃跃欲试 谁知道是隔不到一个月 竟然传出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经纪人收到通知后也证实 的确是已经交往当中 透露 上周才知道 刚开始萌芽 希望大家给一些空间 而对方就是跟新一代女神梁云飞交往过的男星金刚 小贤的经纪人说 前阵子她刚好在屏东学潜水 但不确定有无跟金刚一起学 也给予祝福 事实上 过去金刚就有到肯定玩冲浪的习惯 这个月5日双方也在IG上合照打卡 很多网友就开玩笑说 IOT的情侣好闪哦 带女朋友出来玩哦 男女朋友在肯定巧遇 然而当时双方并没有多说 如今双方直接认爱 也让大家好惊喜 纷纷祝福 太恭喜了 终于脱单 要好好照顾我们女神啊 天啊天的怎么可能 虽然也是祝福 但完全想不到是金刚啊 其实金刚过去追到女神的时候 就曾被对方数度称赞照顾无微不至 虽然最后因为观念而分手 如今在跟小贤传出恋情 前女友也大方给予祝福 天啊好惊喜啊 到底怎么认识的 小编好想知道哦